首先請黃委員國昌詢問,時間為15分鐘 謝謝院長,是不是有請副院長被提名人蔡總頓法官 請蔡被提名人 蔡法官您好,我想我們認識非常久了,在法界我必須要說 與我接觸過的法官裡面,很有理想又願意堅持的法官 你是其中一個,我對你個人在司法事務工作的努力 包括在推動很多改革上面的努力,我都是很肯定的 不過以下,接下來的問題,基於立法委員的職責 我還是希望能夠盡到我應該盡得責任 第一個,我們大家都很關心司法改革 那未來您在立法院副院長的位置 對不起,在司法院副院長的位置 可能也要跟院長一起合作 2009年的時候,我相信你還記得 那個時候我認職中原院法律所 我為了要去評估啊,1999年全國司改會議 我們浩浩蕩蕩的開了一個那麼大的會議 做成了三十幾項的結論 過了十年以後,我們到底改變了什麼 我們到底改革了什麼,實行的成效是什麼 所以我那時候開了一個司法改革十週年的回顧與展望 那個時候我也有邀請您出席 第一個我想要先澄清的是說 因為在那次會議當中,您對於國民參選 事實上持保留的看法 認為我們的國民比日本的國民還要怕是不太敢得罪人 那這樣的國情能不能夠成功引進這個制度 有一點存疑 那請問以你現在的狀態 你知不支持人民參與審判? 在過去個人持保留的態度 主要就是說認為我們整個社會的水平 這個法制水平是不是能夠達到 這樣願意透過陪審或參審來實施 是持保留的態度 那麼因為個人的辦案經驗 很多當事人到法院來作證 連作證履行國民的義務 他都不願意 有時候甚至還要動用罰款 他才願意來 那基於這樣的一個情況 還有就是說 感覺上我們的人民好像蠻重視相親的情誼 那套一句有人說的就是說我們國人比較相悅 那麼基於這些幾點的這樣的一個觀察 個人認為說也許時機還沒有成熟 不過這幾年下來就是說很多人 社會老百姓或者包括立法委員 律師界等等對於所謂的恐龍 哪一嘴法官都有很多批評 那我想深自的一個緩醒 那如果說讓人民有機會進來了解法院的一個實際運作 那麼他也可以就是說 以他的一個觀察和角度來參與審判 我相信對司法的透明度一定有幫忙 所以您現在是支持的嗎 好 蔡老官不好意思 我必須要打斷你 因為時間上面的限制 但我現在要跟您分享一個觀點 就是說 1999年全國司改會議以後 達成了很多重要的結論 包括我們到今天還在談的 金字塔型的訴訟制度 當初翁月生當司法院院長的時候 我作為翁老師的學生 看他在推動改革的時候 所面臨到的內部阻力 非常非常的大 我在旁邊看的都有一點餘心不忍 您可不可以承諾大家說 你接下來跟許忠麗老師 如果你們兩個都獲得立法院同意權行使通過 你們一定會帶著頭鋼往前衝 完成人民對於司法改革的期待 我要的是這個清楚的承諾 我想應該不是一頂鋼盔 也許要待兩頂三頂也不一定 不過我想為了實現這樣的理想 個人一定跟許輩提名的努力 來完成這樣的一個任務 因為您喔 來自實務啊 每次要推動改革的時候 從實務界內部 的阻力有多大 我相信您應該比我清楚 那接下來喔 對於許忠麗老師而言 他接下來當院長 您當副院長 如何的 讓我們實務界的法官 大家都能夠凝聚共識 一起努力的 為人民的司法而努力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您來自實務 我相信實務界的法官 對您很多有很敬重 所以你雖然只是擔任副院長 而不是院長的角色 但是在我眼中看來 你接下來扮演的角色 非常非常的關鍵 在過去 我所看到的司法院的一個結構 通常副院長是比較沒有聲音 那麼 因為 可能就是說有法官 直接這樣子有機會來擔任這樣的職務 比較少 那我想 內部的 抗拒 一定會有的 比方說三中省的歸病 那麼這樣的抗拒 主要應該 是三中省的 法官們 抗拒會比較大 不過 可以告訴委員的就是說 其實 我跟最高法院幾位年輕的法官 在 我所謂年輕是比我年輕一些 交談的時候 那麼 似乎 現在 就是說 真的會排斥的 並不多 有的人 反而樂觀其成 因為 他們也知道 這樣子 整個來來回回去去 那 也不是辦法 對 有 有 有 什麼樣的人跟你關說 是上級審法院的法官 還是政治借來的人 還是自己的親朋好友 我想 第一件 官說 可能回溯到 民國七十四年間吧 那是一個 檢方的 主任檢察官 來 官說 那當然 最後 我當然也是 就是說 蠻掙扎的一個狀況 那 我也請教過 比我 資深的法官 碰到 說有類似情況 該怎麼辦 那 資深的法官 給我意見說 該怎麼辦 就怎麼辦 那麼 不要說 因為有人來講 你這個 你有沒有像 你的上 你有沒有像 那個時候司法院 去舉發 或像法務局 舉發 這個主任檢察官 進來 跑來關說 我想 在當時的 混為 是沒有 但後來 我是 把他舉發 那 後來 這個 主任 也被撤職了 所以 這個 對我個人來說 是 不愉快的經驗 不是啊 這個經驗 雖然對於你來講 不愉快 但是對於很多人民來講 那是心中永遠的罪痛 如果有權有勢的人 可以去關說司法的話 公平正義如何維持 您接下來 可不可以承諾大家 在司法院裡面 成立一個機制 讓法官接受 任何人關說的時候 都不用害怕 主動的提出舉發 絕對不會有秋後算帳 一定保護那個法官到底 讓所有任何人 敢向我們的法官檢察官 官說的人 都有一個清楚的管道可以申訴 您可不可以承諾做這件事 沒有問題 好 第二個 您剛剛提到 就有關於勞動訴訟 程序 在您今天的報告當中 特別提出這個問題 我看了非常的感動 因為 您曾經在民事法院當中 去處理勞工的爭議案件 您知不知道 如果有一百件勞資爭議的話 如果有一百件勞資爭議 有多少勞工選擇 連去法院都不敢 呆在家子 呆在家裡面抱著棉被哭 呃 據我了解 大部分的勞工案件 呃 不是在法院 而是走 我了解 那您知不知道齁 去勞資爭議調解 如果不成立的話 因為調解要雙方合議嘛 對 雇主如果不同意的話 調解不成功的 有多少比例的案件 去法院訴訟 這部分我不清楚 這個部分喔 我跟蔡法官說明了 我花了三年的時間 在針對這件事情 進行實證研究 有超過六成以上 有超過六成以上的勞工 是調解不成立 連去法院都不敢去 法院的這一道高牆 對於弱勢的勞工 造成多大的阻礙 您大概也知道 就在你寫論文的那個時候 1990年代開始 台灣的勞工 已經開始要求要設置勞動法院 我講的還不是勞動訴訟程序喔 是勞動法院 但是司法院永遠的答案是什麼 司法院說你們案件量不夠多啦 設置獨立的勞動法院 不符合經濟成本的效益 我簡單的請教一下蔡法官 智慧財產權的案件量多 還是勞資訴訟的案件量多 這一部分我沒有確認 我也可以跟蔡法官講 勞工的案件齁 我現在即使先不考慮 我剛剛所講的那個高牆 對於勞工接近法院 接近正義的障礙 即使我們以現在的案件量來講 勞動訴訟的案件量是高過 智慧財產權法院的案件量 四到五倍以上 那你知道怎麼面對這些勞工說 智慧財產權 這一些關設到有錢人 大公司他們的保護 我們國家用這麼多的司法資源 給他一個 專屬審判權的法院去處理 但是面對勞動訴訟的時候 卻跟這些勞工講說 你們爭議不夠多啦 這個不值得幫你們設一個勞動法院 副院長你覺得這樣講的過去嗎 我想這一部分 假設順利通過 我想我們會實際去了解比較 跟研議 這個委員剛所提的一個意見 沒有這個事情齁 您今天願意很正面的回應 我事實上是很欣賞 但是您大概也知道齁 今天我們下個禮拜 如果同意權行使通過了以後 你也好 院長也好 再也不用 來立法院 再也不用 來立法院 所以為什麼今天在這裡 我一定要你很清楚的承諾 說這絕對不是研議 你要全力的去推動 要不要設置獨立審判權的法院 我知道審判權的衝突在管轄上面 搞不好會浪費更多的時間 這個我都了解 但是最起碼 就有關於針對勞資訴訟 能夠去設一個專屬的訴訟程序 讓勞工便於接近法院使用法院 要不然我們現在寫在紙上的那些勞動權益 根本就是廢職啊 那個實際上面是看得到吃不到 根本沒有辦法實現這些權力啊 副院長 您可不可以再清楚的跟全國勞工 做出這個神聖的承諾 如果順利通過一定全力的努力來實現 好來 最後一個 您剛剛也提到最高法院 延遲辯論的問題 相較於每年啊 我們做出 我現在講的不是那種程序上面的事項 針對第二省的判決上訴到最高法院了 大概每年2600件 我數字應該是沒有算錯啦 2003年的時候 我們針對於民事第三省上訴 立法者在這個立法院做了大規模的變革 但是我自己的研究顯示 2003年那次的修正 最高法院的法官的工作習慣 實際上面在處理案件的方法 一點影響都沒有 我就舉一個最基本的啦 您剛剛說今年有四件開延遲辯論嘛 民事訴訟法474條是規定 陰形延遲辯論耶 如不必要的話不再此現 那現在最高法院的法官 可以無視於立法者的誡命 把原則當例外 把例外當原則 這樣對嗎 過去在推動最高法院的改革 我們也是希望說最高法院都開延遲辯論 那我個人到最高法院工作的這一段時間 那麼也深深感受到最高法院的案件量真的是很重 那如果說要真的照法律的規定 每一件都來辯論 那很可能最高法院 好 謝謝黃委員 謝謝黃委員 下一位我們請 高路以用委員詢問